1月25日,据天眼查APP显示,张杰关联公司浙江东阳行运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新增执行裁定书显示,设张杰演唱会合同相关纠纷,该公司申请对宁波一响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行执行,执行标的1000万即相应利息,因一响天开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目前,一响天开公司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消费。 此时一经报道便引起热议,张杰的粉丝纷纷在各大媒体账号下留言,控诉无良公司坑骗张杰,不过也有网友看成是张杰拖欠别人薪酬,张口大骂,闹出笑话。 出道以来,张杰就一直努力提升自己演唱方面的能力,每次在舞台上都尽力拿出最好的表现。此前,他在演唱会上意外受伤,本应该立即前往医院的他却坚持唱到最后,令人动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